第五人格全新的监管者曝光 他很有可能就是伤害炎丁和暗哭鬼的真凶 根据修女手中的木剑和白沙街蜂人院里涂鸦上修女的木棍对比 这个全新的监管者很有可能就是白沙街蜂人院里墙上涂鸦中的邪恶修女 与此同时 在蜂人院里的厨房中经常出现的老鼠彩蛋 也非常好地呼应了修女手中的猫 仔细观察修女和野猫的身体 我们可以发现野猫很有可能在生前遭过极为几个人 而修女的腿上也暴露着肌肉组织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在鬼修女腰间的十字架上 装饰的很有可能是克苏鲁血眼 因此我们可以猜测 鬼修女在修道院里的一系列邪恶行为 很有可能都是出自于克苏鲁的指示 那么这个修女会不会参与了蜂人院当年的虐童事件呢 小圆丁与她又有什么关联呢 最重要的是 如此恐怖的外貌又能不能活着走出内侧 你会举报她吗 最后的最后记得给箱子点赞 祝所有考试的以及考完试的小伙伴们 都能考生附题 考的全会 蒙的全对 Oligai